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去了西岸的不少地方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在北美的行程 我今天算起来我来到美国应该是三个月了吧 有三个月啊 三个月了 三个月我这一次是由我去年和我太太完成了欧洲的自驾 走了二十多个国家 我就今年的调整一下安排来美国 这也是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实际上我是一个童年时候的一个梦想 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关心外面的世界 所以就不停地走不停地走 但是大家知道在中国当年 如果你想去探索外面的世界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在八十年代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我要借单位的车 然后偷偷地然后到郊外去 我记得我的帐篷那个时候还是在国外烧过来 那个时候没有防潮垫也没有睡袋 只是把家里的背后拿过来 然后去跟大自然去这种亲切 很爽 但是逐渐随着这个中国的富强 然后这个过程大家都知道 不需要我去叙述了 直到今天大家都有四家车了 那么车就让你更广阔地去了解外面的东西 然后我很早就开始 比如说西藏云南新疆这些非常美的地方 开始开车去了 去那人都是这样 就是说当你的逐渐积累和见识 然后包括你的知识积累和你有认知以后 你就开始越来越想再往远走这 再往远走这 想到更远的地方 那这个很多文化 包括我大学是学画画的 因为我们在大学学的时候 都是一些最精华的部分 应该是意大利18世纪文艺复兴时候的 比如说学西画 学油画 学我大学分科以后 我是学国画的 学国画那就是说 我们那个四年教育 受这个欧洲的文化影响很大 包括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特 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我去年去了以后很大感受 然后我欧洲这个签证的时间是有一定限制的 我走完了以后 我又就是按我的计划 我这个人和我太太的计划性很强 喜欢慢节奏 那我觉得今年该来北美看一看了 所以我来到美国以后 我的第一站是在马里兰州去了加拿大 原来我计划是想买一台二手车 因为我知道美国没有交通工具 等于哪儿也去不了 甚至买一包烟 买一个菜都很难 我原来计划如果更方便的话 根据我的经济情况 我想选一台二手车 因为我的旅游身份 也可以在这里去买车 去做保险 然后我想把加拿大东部西部 然后美国的西部 然后之下走一条 后来反正是最后最后的决定 我还是租车走 租车我先去了加拿大 加拿大一直走到魁北克 法国风景的 然后回来我又开始走西部 西部我去了以后 因为我喜欢一种未知的 您都去了西部的哪几个州 最重要的是黄石公园这一带 黄石公园一带 我的习惯总是在 没有大的计划 没有细节的计划 只是大的方向 然后我在过程中 再去决定我的结果 那就是说有的时候走一点点 我觉得很开心 我就可能不走了 我不是那种去了一个地方 必须要把所有的地方都去全 我喜欢一个环境的氛围 更喜欢一种乡村的味道 这次我去西部 确实对我触动很大 那最大的触动 我想应该是 我觉得像黄石公园那一带的地貌 我觉得是一个像作品一样 上帝赋予了人类这样一个地方 我感觉就好像没有任何人去触碰过它 只有一条你看到的路 这好像是人修的 其他好像都是那样的原生态的一种状态 你总有种感觉 在它的安静的地图上 你总有种感觉 看到是 好像是人类第一次来到这 你一回头好像旁边又看到人了 你又打消了这种概念 这种环境是 我觉得是人如果要回到原位 回到生活的最基本层面的那个位置以后 你的思考 你能感受到人和自然的这种协调 这也是您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 最关注的一个感受 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喜欢一种 当然北美式主要是看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自然风光比较好 欧洲人文这块比较好 在这个自然风光 它会对人的一种生理的一种冲击 除了视觉和安静和空气的香甜 还有那种透明度很深的蓝天白云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它会让你 当时一旦触动你的时候 你就会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 产生很多联想 比如说我们的曾经 我们的童年 它会启迪你很多曾经的一种故事 因为人都是有故事的 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经历 那对于您来说 因为说到自驾游 这个可能对于近几年来说 对于国人来说比较熟悉 但是您有一个特点是 您不是组队游 您是和您的太太两个人一起自驾游 而且时间比较长 就像您说的一来是三个月 好几个月的计划 那在这个途中 因为是在国外 我不知道就是您觉得 这个比如说安全性 因为我想 因为有不少人说 其实美国还没有中国安全 我经常能够看到 一些帖子 包括一些言论 因为美国毕竟它是 第一它是可以自由拥枪的国家 在很多地区 当然纽约是不可以 你必须要有执照 或者是特殊情况 但是在很多外州 比如说西部 那些地方都是可以的 您有没有做一些 比如说心理上的建设 或者说我有没有担心过 我这一路要不要防范些什么 你谈的这个问题 也是很多人特别关心的问题 比方说他知道我去欧洲了 而且是单车 包括我去美国了 像我们俩这种情况 外语虽然很好 但是只是靠26个字母 我们的外语习 就局限在26个字母里面 当然就是你在交流的时候 有时也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走时间长了 我会明白 就是说尽管有翻译器 但是你的思维和词汇的组合 应该变成 比如说你来北美 去欧洲 要变成他的思维 然后再叙述几件事 如果你完全用 本地的那种思维方式 尽管你用翻译器 或者是怎么样 对方也很难听懂 那现在话讲回来 就是说 包括我去欧洲 我们俩单车 实际我们两个 就是比较喜欢 慢节奏和自由性 我想大家凑在一起 也有它的优势 但是我想 每个人的诉求点 都不一样 那么人和人之间 还要互相关照 就是说 比方说我去西档 我也是单车去的 当年 那你要跟一个同伴 你接近西档目标的时候 突然他病了 你说怎么办 是吧 你不可能不照顾他 你照顾他的话 你的计划就会流产 所以从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呢 就是每个人的诉求点 不一样 和玩 实际也是一种生活状态 各自生命的生活状态 你的生活和别人 不可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习惯是这样 那安全的问题呢 我还 没有太考虑过是吗 但是有的时候 不考虑 像我去欧洲 我在西班牙 我开着车的时候 就被人把车台给我炸了 炸得还好 后面有一个当地人 他跟着我 他发现一些难民 在跟着我 然后我的车停了 他也下车了 然后打电话报警 还有我在法国 德国和法国挨得很近 我无意中去法国了 然后我去办电话卡 我离时20分钟 车就被敲了 这种事呢 我想它的概率是有的 所以有的人 经常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讲 我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就是说 你的心理素质是一方面 你的见识又是一方面 你的知识积累又是一方面 那你在家里面生活 你觉得很安全 但是我不讲 大家也会明白 它也有一定概率的风险 比如说 天灾人祸 对对对 天灾人祸 它都随着可能出现 人生就是这样 就是说 当你有一个 喜欢的目标 好多事情 可能您就抛之脑后了 对对 但是出现了 也是上帝安排的吧 这个也没办法 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来面对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不是在乎一个 去生活 生命多长的一个人 我是希望他 在有限的时间内 我指的有限时间内 就是说 集中精力 把自己的生活 做得精致一点 不一定去追求 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那这次我在美国西部的皇室那 我就有一个很大的体验 这个也是莫名其妙来的体验 我站在那很美的地方 我就想了一个问题 我说人 有的时候 当然根据自己的情况 应该去 越早越好 去探索外面的世界 因为什么呢 因为像美国西部 有很多地方 你需要去一个位置 你才能 你的视角才能看到 更美的一个画面 是吧 尤其我学画画的 多年也是喜欢摄影 改行做过摄影专业 那就 你想 这个位置需要你付出体力 我这次在马蹄湾 哇 零下40度 好多老外都中暑了 是吧 零下4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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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说 你的体能 就是一个考验了 但是你有的时候 往往一些很 他们讲过一句 很到位的话 说最漂亮的地方 是最难去的地方 当然你到一个景区以后 它有很多角度 如果你走下去 你就会能看到更美的 这个需要体力 是吧 这是我一个感受 其他的呢 其他的就是 有很多细节上的体验了 不足挂齿了 比方说是功能性上的东西了 就是包括在美国开车 我发现 美国开车都超数10% 我有一次掐着 我觉得他们超数 已经接近20%了 我开车来的时候 是严格按照这个限速走的 但是你不跟着车流走 后面就会追你 这个车速这么快 当然会节省时间 但是我才理解 美国人为什么去开大排量车 因为大排量车 在你高速的时候 提速的时候 你的操纵性 和你的驾驶性 甚至和安全性 你会觉得很舒服 是吧 你要是小排量的 它的稳定性有差 你就会全力以赴的集组 就会觉得累一些 其实在美国开高速 就是如果您老是 走最左边的超车道的话 它的车流是非常快的 而且经常超速 如果你看见 前面的车流慢慢停下来 那一定是前面有警车 现在变异也很多 但是如果您走到 靠右边的车道 您就可以按照 比较慢的一个速度走 这样的话 后面的人可能也不会 就是催促您 因为最左边 它是一个超车道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是您的这些经历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它都是一个非常难得 首先您得有这个时间 而且您还有一个 跟您志同道合的伴侣 和您一起上路 因为之前我也有采访过 一些这个环游 环齐世界的人 或者也是自驾游的人 他们一路上都还在找伴侣 因为没有女孩子 愿意跟着她到处去飘泊 所以这个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能够拥有这样的生活方式 那我们把更多的细节 留到下面再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贺先生 您从八十年代开始 就在中国内地旅游 之后又走到全世界去旅游 可以说您近几十年的生活 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路上 那您觉得旅游带给您 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从这几十年的旅游的经历当中 您的收获又是什么 我个人的觉得我最大的收获 因为小的时候当我有认知 受到教育就是读万年书 行千里路 那个年代实际你行千里路 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从中国走到美国 你二十岁开始走 可能走到美国就八十岁了 是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 因为社会那个时候 就那样的结构 那今天是个信息社会 交通社会了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我们还是拿出时间去多看 那你看首先你就要走 是吧 走在路上 你会逐渐积累你的知识层面 你会把你曾经的认知 做一个平衡 就是说你小的时候 对事物是那样的看法 你的经历产生了一些 你不理解的问题 通过行走和对比 你就会有重新的认知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我的收获最大的就是说 当你见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 你走得比较多了以后 因为人都是从小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你要离开这个世界 虽然讲说我们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又赤裸裸离开世界 是吧 很多东西是带不走的 那这个道理呢 就是说 另外一个道理 就是说当你见识多 形成多 你最后呢 就可能会面对你未来的衰老 孤独 死亡 乃至疾病 是吧 你遇到疾病 你就不会那么恐慌 是吧 你衰老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是人的自然规律 你不会去再继续贪恋 说我想活200岁 这是不可能的 是吧 当然这是愿望而已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这样 就是你见识多了 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你会淡定的多了 就不会像年轻的时候 沾火就着 然后什么事 就是非要去思维里边 就那么一点事 你想的每天都是那么一点知识 然后你去跟别人争辩争辩 然后包括自己的亲属啊 孩子啊 父母啊 每天都不是很快乐 是吧 这个行走会给你带来很多知识和生活 或者是生命本身品质的一个提升 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 不是说你把很短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张 去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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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触过很多人 他这样忙碌地走 最后你跟他聊什么都记不住 实际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把你的见识转换为你的生活的细节里边去 是吧 好多这样的人 你就跟他沟通的时候 你就能感觉到他走过的路 你会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那对于您来说 从这个亚洲 东南亚 然后欧洲 然后现在又在这个北美 您的感受 就是在各个的不同的地区和国家 您感受到这种文化的冲击也好啊 或者说他当地的这种习俗啊 包括这种风格地貌啊 这些变化您跟我们说说 这个不同地方的带给您的感受 对 这个我大学学画的嘛 所以说我比较敏感 因为这个艺术这块嘛 您刚才谈的欧洲亚洲 还有北美这个 它是不同的文化体系 对 这个肯定是有所不同 那在欧洲呢 我为什么比较喜欢欧洲 就是我实际比较喜欢 一种对人类做出贡献的一些国家 你比如说德国它给人类提供了很多哲学上的东西 意大利给人类提供了美学 然后艺术 英国呢 它是一个政治体系和民主 法国当然浪漫了 是吧 它的浪漫 它的那种国外也很帅 是这样 北美呢 自然风光不错 亚洲呢 实际和中国就比较接近了 但是它也有不同的一种文化 但走的来说呢 我是对自然风光比较感兴趣 包括我走欧洲 都是不走高速公路 我都是走乡间小道 这个乡间小道 你会拿车轮一点一点一点 像法国我横穿过三次 一点一点的去丈量它的那种味道 在乡村呢 它是最原生态的 它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结构 或者是它的一个国家的 基础的这个民众的生活和它的素质 对 因为你到那以后 你就会有一种 虽然不同的文化体系 它又把你回归到人类之初的 最基本的层面 就是说 这儿的人是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地域 给它带来了一种 它的意识 地域确实影响人的一些意识和发展 那一定 对 那具体说起来 就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行走的时候 哪一些地方的人和事给您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 就现在让您回顾的话 哪些事情让您想起来依然触动心灵 完美的事很怕在这个地球上不存在吧 是吧 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 不一定说是完美 或者说一些比较难忘的经历 它可以是高兴的 但同时它或许也是悲伤的 难忘的故事特别特别的多 在生活中一个小的细节 比如说我们在外面 我们只会26字母 我们需要沟通 因为有些问题你没办法 必须要沟通的 是吧 你把房车停在营地里 然后你要做城市交通 去市里边 然后去这儿去那儿 这都需要沟通 但是这些细节特别多 讲起来就是太复杂 我想主要是大的概念 我是觉得让我最感触的就是说 我认为让我舒适比较美 或者比较好 反正用什么词都可以了 就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说 人和环境和自然 当然环境包括人类工业革命以后 城市的发展 它需要一些高楼大厦或什么 这些不同的元素 组合起来的协调 这个我觉得是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这是大的概念 至于细节上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故事了 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 那具体说起来 就是因为我们说 现在这个国人自驾游也好 或者说是跟团旅游也好 或者自由行也好 就是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 而且现在在全球 都能感受到一个中国游客潮 这个可能和原来 这个80年代的日本非常像 在哪里都看见这个亚洲人 一听都是这个中国话 那在您看来 这样的一个风潮 就是出国的这个热潮 会不会为您的旅途 带来一些利或者是不利 有没有人问您说 一看就知道中国来的吧 或者说就是这个身份 对于您来说 就是中国人出去旅游 因为我们有时候能听到一些 比较反面的例子 就比如说前几天 有两个阿姨 在这个东南亚的某个 著名的沙滩上面 可能给小孩洗尿片 然后就把尿片埋在沙滩上 结果这个当地的政府 也看到了这个视频 然后就把整个沙滩给封了 封了好几个小时 专门为找出这个尿片 所以说可能就是 我们在出去旅游的时候 一些个人行为 它会影响到你一个族群的 一个形象 甚至是生育 就我不知道您在行走的路上 是否有遇到过正面 或者是反面 类似于这样的例子 那我知道有些地方也是 尤其欢迎中国的游客 您谈这个问题 我想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解析它 在实际在 不管是在哪个国家 人和人之间 社会的体系 都决定了一个 个体身份状态的 它的素质问题 是吧 这个我想很重要 我倒没感觉到这个问题 就是对黄总人也好 还是中国人也好 有一些偏见的东西 比方说我在欧洲 包括这次在西部自驾的时候 当他知道 他也会观察你的举止行为 言谈 像我们两个人去到 因为在很多房车营地里面 你哪怕四五十个房车在里面 不论是白天晚上 当你闭上眼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里连人都没有 是吧 那你的生活习惯 一定要融入到这里边 因为这本身是一个很文明的一个概念 是吧 那就是在他们知道 我们两个人 从那么远 然后开车来到欧洲 他不认识这个中国牌照 他就会主动去跟你讲 说从哪里来 我说从中国来 他说一直开过来的 我说对 他就会伸出大拇指 那这个大拇指 这种信息传达给我的时候 我会觉得他是诚实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这个群体 都是喜欢生活热爱玩的人 也可能他的梦想 是想开着车去走全球 他目前还没有做到 或者他很羡慕你这种状态 能那么远地开过来 一定 对 所以他就会很尊重你 然后你有困难 他也会很热心地去帮助你 只要你不去 把自己表现得太差异 和环境 我刚才讲过 每个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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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文化体系 中国老话还讲 物相随俗 对 如果你不随俗的话 给别人带来一种干扰的东西 这个肯定大家会 不会很友好的对待你 这个还是需要大家 还是我的一句话 多建 多积累自己的知识 然后从最基本的 一些东西做起 是吧 这个很重要 那当您第一次出去自驾游的时候 您觉得当时和现在 跨度也有十年 对不对 多了 还有多是吧 那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上来说 或者说就您自己的个人体验上来说 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它的变化 国内变化比较大 比如说当年我在国内走的时候 所有的景区都很安静 非常非常安静 几乎没有什么 名指的是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甚至九十年代都这样 九十年代我生活在东北 我把车 东北的牌子车 开到南方去 大家会看 哇 这车怎么会来到这里 是吧 它有新奇的东西 国外的变化不是特别大 这点我认为 我比较认同 因为人的人生轨迹 它总是需要一些回忆 在国内有些地方 包括我童年的一些环境和足迹 都在变化 一个城市的变化太大 你像欧洲有很多 这个中世纪的城市 它是不允许盖高楼的 而它的路都是弯门曲曲的 这种弯门曲曲 当你走进去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很情感的东西 自然就流淌出来 波罗伦萨 布拉德 然后很高很高的门 你突然发现 咔吱一声响了 里边真出来人了 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童话的感觉 一个很让你产生 情感思维的一个东西 它不是很宽的大路 然后一个城市 铺了很多草坪 到处都是高楼 变成了钢筋水泥的一个 一个状态 这个就 反正国内现在变化很大 我还是比较喜欢 这种富有情感的 虽然是自己的 是 满了 香港经历 大量 你心里 会不会太心 感到 我 一家都给你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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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